长期风控不仅极大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还容易造成焦虑的情绪 引发生活困难 这种情况必须予以纠偏和避免 为此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高低风险区划分标准的培训 组织做好风险区域划定和管理 原则上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 不得随意扩大 但是在疫情传播风险不明确 或存在广泛社区传播的这种情况下 可适度的扩大高风险区这个区域的划定的范围 但要及时通过核酸筛查和疫情研判 快风快减 对风险人员的判定要以现场流调为依据 不得通过时空伴随扩大范围 造成大面积的误伤 最大限度的降低因疫情给群众带来的不便 对高风险区既要严格管控 做到足不出户 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满足群众基本生活和就医用药的需求 同时做好风控隔离人员的心理疏导 加大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的力度 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